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 富裕人生 邀请您一同加入 硬料华尔街 欢迎再次收看硬料华尔街 那今天指数的部分 这个有点 开高之后慢慢走低的感觉 所以今天留了一个上影线 不过这边大致上来讲 我说这样子走势也算是合理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以目前这个盘式来看 这边季线 我讲的 这一波反弹 就是先看这个位置 所以来之前 这里会震荡正常的 那这边要攻上去 要带亮 今天预估量 目前看起来是OK的 那还是有机会再涨上去 只是说来这边 他先稍微压一下 正常 目前来讲 你看这行情的走势 其实为什么很多人 喜欢看我解盘 就是说我对这个盘式的一个看法 我不会跟其他人一样 因为未来要做生意 然后呢 请你加入会员 所以对这个行情后市的看法 就是无限看好 给你很多 这个无限美好的一个想象 我不这么做 各位 现在时代在进步 资讯越来越发达 投资朋友 我相信你们 都比以前更加的聪明有智慧 对于行情来讲 我相信各位很多人也看得懂 所以我慢慢的发觉到 就是说 与其一直跟你讲 未来会上2万点 3万点 4万点 我倒不如现在 把每一个阶段 大盘的形态 大盘在干嘛 目前的一个情况 氛围是怎么样 我先跟各位讲 我们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分析 这样会比较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个行情 你会发现到 从这边开始 我就跟各位讲说什么 不太对 所以一定要保守 有没有 所以这一波呢 亮素情况之下 指数一路下来 对不对 一路下来到这边的时候 这个红K棒 我跟各位讲 短线落底 很多人不相信 因为隔天又大跌嘛 你会说我不准 那我没有改变我的看法 我还是跟各位讲 这边 这个低点 不会离这个地方太远 对不对 果然这边出现 波段低点之后往上拉 但拉上来之后呢 我跟各位讲说 这个一定要等到节庆过后才会有机会 但是节庆过后 我只能跟各位讲 我前面有跟各位讲 还是要相对保守做特殊的股票 对不对 节庆过后我希望他会涨 结果呢 他并没有大涨 他反而是因为 国际行情不好补跌 那我只能跟各位讲这边呢还会再撤吗 撤到这里的时候我跟各位讲 有没有这里有个人是波段最低点喔 但是我没有办法马上跟你研判 我说你要让我再看两天 这边我确定跟各位讲 这个波段的延伸波出现了 可能你会说我不准但是在压回过程里面我都没有改变我的看法 我说还没结束 因为只要这个低点没有破这个低点我都认为这还是算延伸波吗 对不对 然后这根出来之后我跟你讲确立这边金银涨 那是不是指数一路上来 所以严格上来讲 当你看到这根K棒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慢慢的积极找一些股票做了 前面相对保守 现在你慢慢做上来其实你发现我的股票 一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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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做 还是可以赚到大钱 慢慢累积获利吗 对不对 我现阶段我跟各位讲没有什么波段的股票 但是呢那种短线价差累积下来也是很可观啊 对不对 你说现在去发掘在这段期间里面跟重要化一样的股票 我尽量做 但是目前来看 还没有找到 对不对啊这个过程里面虽然很难操作 但是我讲的只会涨特殊的股票我们做重要化 亲爱的投资朋友亲爱的会员朋友这段标了 140亿% 是不是大赚 对不对后面 我讲的这边我真的下不了手我只能祝福他 对不对但是我这也不会去放空 因为这个这个我已经看得出来特定的主力大物在嘎空单 你会发现 他每一次 稍微 让你以为要崩盘 然后一堆跑去空 空完之后呢 他下面就撑住吗 他下面用大量的买单去撑住你要怎么灌都灌不下来 当中的人竟然会怕吗因为他现在没有卷 卷几乎都会怎么样 都被市场 拿光了 所以卷很少 所以一级的情况下怎么办就去回补 一补呢他又上来 上来他就慢慢出 他就这样玩的 所以这个阶段我讲了 这里我们先不碰因为这边的这边的突然风云变色的时候会死很多人你知道吗 他会出现连续好几根跌停板 所以这边我就不碰了 对不对我带你转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拉回过后你会发现为什么还转起来因为 还不会出现跟这段一样这段真的会 各位这一旦扭转 踹的人很多 过去脱踹的人很多 所以造成注点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边我就不碰了我们祝福他好不好 有的投资朋友我也恭喜各位啊你们就继续赚大钱但是我一样维持我的看法 我先赚这一段就对了好不好141% 全部大赚 大赚之后呢这个行情 我跟各位讲通膨并没有远离我们他是正在发生当中 所以这个阶段我们先做一些通膨概念股华龙 我请问各位有没有大赚 一样轻松大赚吗 对不对 17%的获利第1桶 有没有大赚各位一样轻松大赚的20几%然后再到南方 南方短短几天16%有没有 急剩没赚钱这个我们赔钱我也给你承认 因为 这个礼拜 原本以为资金都会开始封这个原物料了但是因为中国出手打压没办法 公事受阻 反而转向什么 转向了一些电子 对不对 那转电子那你觉得我会傻傻的 等 就任他宰割吗 转电子我讲了 既然资金往那里跑我们就往内看 对不对所以我跟各位说什么要注意预创 你们也不会相信 我跟各位讲元宇宙元宇宙元宇宙 很多人都觉得啊什么叫做宇宙 什么叫做元宇宙听不懂 昨天我花了很多时间跟各位 解析一下嘛我讲的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虚拟世界啦 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一级玩家 对不对白天我们大家都在上班嘛 现实生活里面上班 然后呢下班之后头盔一戴在虚拟世界里面 白天你可能是麦当劳打工的 在虚拟世界里面你是超级大富豪 我跟各位讲这东西发展到最后 如果虚拟跟现实的 这个资产 可以转换的时候你知道那个 影响力会多大吗 你不要觉得不可能 比特币是不是虚拟货币 比特币就是怎么样虚拟货币跟 跟现实可以做连结的资产 现在突破6.6万美元 有没有很夸张很夸张啊这就是虚拟世界的产物 所以未来虚拟世界会怎么发展 这个想象空间无限 现在虚拟世界里面 有人拍卖了一块虚拟世界的土地 类似就是假设啦 就打个比方啦 就像台北市信誉区 你现实生活中你买不到 他在虚拟世界里面呢就来拍卖那块地 很多人就去拍卖那个价值也不少钱 所以未来虚拟世界的价值 资产价值如果可以跟现实生活 转换的时候我跟各位讲这个爆发力道 很难想像因为你在现实生活生活当中你成不了郭台铭 可是你去虚拟世界里面的你搞不好就是郭台铭 对不对 你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成就不了 什么民歌星搞不好你到里面就变成周杰伦 这都是有可能 所以这想像空间很大 比特币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案例 讲到比特币我只能说我研究所同学 现在的身家我都是自探不如 真的 我有个研究所同学 他们家是 这个 应该说是建商市家 其实已经就很有钱 出社会之后呢我们都去找工作 像我当分析师 每天跟各位结盘辛辛苦苦赚这些皮肉钱 对不对 他出了社会 很聪明喔他去租了一个很大的厂房 因为他平常收租都收不完 那个 套房 我真的讲不夸张喔 大概 100间有 他每天光收租金就缺翻了 其实他也不用干 可是他没有那么颓废 他这也很节俭 不会浪花钱 他后来的毕业之后我们都会找工作他就直接 买了应该是租的工厂 租了一个超级大的工厂 全部 买了一大堆的显卡开始 架设挖矿机 那时候很早 很早 比特币才 刚出来没多久的时候 他就开始挖矿 挖到现在 以太币啦比特币啦 好一大堆币 挖了一大堆 比特币下66000他身家多少 那时候比特币还不值钱 真的不值钱喔 1000块而已喔 现在6.6万 66倍你看他挖多少比特币 现在多少钱 我现在看到他我就觉得早上当初我就跟你去挖了 就不用那么辛苦了每天要跟你解盘 对不对 但 这个就是怎么样 虚拟世界 成为一个成功的案例 自负 未来如果这个元宇宙 发展到一个境界的时候我跟各位讲 你现实生活当中 你可能没什么钱 但是你在虚拟世界里面你发展得很好 他如果可以转流通到 现实社会当中的话 我跟各位讲那个会创造更多更多的财富 很多人会因此自负 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东西 只是口号而已 慢慢的 微软啦脸书啦苹果啦全部都会投入 那因为最近这个为什么会突然之间非常红火 火热 就是我讲的现在的市场资金缺乏一个 新的引导主流 航运不太行 钢铁继续震荡 对不对 车用晶片好像也炒了一波 二极体等等这一些IC设计都炒了一大波 他需要一个新的主流吗 所以我昨天我就跟各位讲说 这个主流能不能够形成一定要看这张股票 叫宏达店 你看宏达店今天 他在继续涨嘛 所以宏达店一旦涨上来的时候我跟各位讲有一些概念股 现在四十几块你还不会有感觉啦 我告诉大家你去回想一下中华化 涨到什么样程度的时候 把整个化工物带起来 对不对 你看中华化 中华化是涨到这边的时候开始怎么样市场开始疯 隔日冲大户开始进来 有没有全部疯狂 然后这边开始的把一大堆的特用化学股票开始带起来 所以他一定要先涨一段 宏达店继续供非常好你说他业绩烂 的确烂了但是为什么这个想象空间大嘛 比特币 对很多人来讲是没有价值意义的但他就是 6万6美元嘛 你要怎么讲 对不对啊我同学身价 现在就是 我们就是高攀不起啊 对不对 这是不真的事实吗因为 压队族群压 压队一个产业 压队一个货币 他就发了吗 对不对 所以不是每个都可以这样子吗那我们只能够在股票市场当中找到一个新的机会 可以赚钱 那宏达店我讲了你看他如果他继续涨的话呢 很多 什么这个 原宇宙概念股 阳明光这些都会开始涨阳明光过去我也跟各位讲过很多遍 有没有 第一堂我都跟各位讲过 你们当时也看不起他可是你会发现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他的价值 他的位阶 是没有让很多人赔钱的 甚至很多人还继续赚钱 如果这个题材继续发酵的话我讲他还会有另外一段 你们自己慢慢看 但重点在哪里这个一定要继续涨 我讲的这个一定要继续涨 这个最好涨到50 60 70 80 90甚至破百 那这个族群呢 我会带起来 原宇宙的现在长到头盔虚拟什么然后到时候我跟各位讲有什么现真实境什么m 混合的一大堆有的没的 各个题材 从单兵点火到一条线到全面喷出 他变成腰骨 因为这个族群 严格上来讲 沉积很久 尤其红达店多久没涨 对不对 所以他一攻的情况之下我讲了很多都会带起来但是我讲红达店 很多人的这个伤心往事 所以所以呢 我说我再观察一下但是我们先从其他的左手嘛所以我给大家的预创 对不对 预创有没有赚钱 亲爱的会员朋友 我请你买你就跟着买就对了啊今天有没有钱可以赚 昨天就已经怎么样 这样扔涨停了今天的预创呢 继续强攻 连续两天大涨 有没有 然后昨天晚上节目上我明示了一栏股票 叫做什么叫做6237的华讯你们自己看一下我昨天重播带 昨天华讯我请问各位长这个样子的时候谁跟你讲华讯 这个还没出来 对吧 我说预创会攻他一定会被带动 你看我昨天带子我怎么跟你讲 对不对脸书现在跟你讲说他要改名字 为什么要改名字 他把名字改的 跟元宇宙有连结甚至他现在欧洲招聘了一万名的技术人员要做元宇宙甚至他把这个VR事业部的这个 主管把他 拔升为执行长 请问要干嘛 对不对 郭台铭找刘洋伟来当这个 董事长 请他来接班 接班 为什么 因为刘洋伟就是车子出生的吗 他就在车用这块出生的吗 阿现在洪海要发展电动车你不找他找谁做 对不对 所以脸书也是一样的道理他把VR的这个主管把他拔升为执行长 那干嘛 就是做这个啊那我请问他全台湾 能够供应 脸书头盔的供应商有谁 没有几家耶除了预创之外再来就是什么 再来就是华讯 就那么简单的道理嘛 所以我说我跟各位讲他都还没什么涨 有没有 亲爱的 观众朋友啊今天这样股票有没有喷出去了 早晚有没有很强 随便你怎么做啦都赚钱了好不好 我只能跟你讲你不是我的会员 所以你只能够看到节目然后再打电话去要这个资料吗我像我请问大家如果今天你是我的会员 我讲的那么明白阿你能不能先买先上车 当然有机会嘛对不对 当然有机会嘛 对吧这种股票位阶那么低为什么不敢买 你说老师还9月份业绩不好都跌过了嘛这都反应完了嘛 10月还会不好吗 对不对 原宇宙这个东西就是那么新的题材就是那么新啊 就是那么新啊 有没有 就是那么强啊 宏达电就是那么强啊2388的威胜就是那么强啊 资金都在这里嘛 我讲到今天还没有很多人相信啊 你再给他涨了一个礼拜 市场就疯掉了 当你看到宏达电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的时候呢 其他的股票就疯掉了 懂我意思吗因为很多不敢买宏达电吗 只能够买什么买威胜 威胜很多人觉得烂 很多人就是不喜欢玩雪红 那整个买什么买预创啊 买什么买华讯啊买阳明光啊 对不对目前就就这五虎将啊 对吧我昨天就跟各位讲过了吧 不是吗 所以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要知道现在市场在涨什么 今天你才听到很多人跟你讲元宇宙 对不对 我讲过嘛我讲的东西到后面很多会跟你再重复很多遍 就像中华话一样 不是吗 有没有 很多人想空啊我跟妳讲不要乱空啊 不要乱空啊这里面的主力大户啊我跟各位讲啊你都不贏他的 除非他不想做 不然你会被嘎死我跟妳讲就不要乱乱去碰这种股票 懂我意思吗你自己也不要乱追啊你一追下去他人家 突然有一天 跟老婆吵架不爽卖股票 全部把他倒出来那就完蛋了嘛 这是有可能的 这种股票你看就好了 好不好 自己不要乱进去啊进去到最后呢很难收藏 你去注意什么安全的嘛 有没有低档要涨的 我要给大家是低档准备要喷的股票 预创第二新发展概念股我跟各位讲小心喔 喷到翻掉你信不信 把电话拨通就对了今天你不要跟我客气喔 预创什么你这个华讯都没赚到的各位今天把电话拨通 来就对了 我们一起来赚这两股票 现在资金很活 你一定要了解 你现在所看到的 这些东西 可能到了明天他又会不一样明天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所以为什么最近很多人说操作难度很高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个现象 我已经跟各位讲很久了 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已经讲很久了 现在散户投资朋友不是每个都可以随随便撞到大钱 因为现在个股的涨跌是分歧的 而且资金轮动很快 你如果没有办法领先先去做掌握 等到你追 涨上来你急着去追 不见得每一档都会跟中华花红打电 抱歉一样会喷出去 懂我意思吗 他反而就是整理几天之后呢 涨了几天之后突然掉下来啊你去接刀子啊你又卡在里面然后这些钱的又去炒其他股票 他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各位 抱歉 彼此突然很痒 把电话拨通 这一档 我让你一起来共襄盛举 好不好 预创买不到的 不要再想了 不要想要帮我抬轿各位不用来帮我抬轿 你今天只要动作够快就好了 60秒之内 你把电话拨通的 像预创这种可以连续喷出的好不好 我让你体验一下 对不对 最近轮动很快吗但是我们掌握也不错 一直在转啊 我不是在原地看的我是跟着一起转来看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们的我们的掌握度会很好 如果你在那边看的话你看到眼花撩乱你看不出来为什么今天长这个没有长那个 每天长不一样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我跟各位讲 跟着我来我帮你看 你只要打电话就好了 打电话我跟你讲什么股票 跟着一起赚钱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把电话拨通 这一档 新发展的概念股 新的东西 各位新的东西 新的 市场比较爱 对不对这个资金就是喜新厌旧 懂我意思吗 他现在资金就是这样很活 我喜欢新的东西 做股票我觉得可以喜新厌旧 对老公老婆各位 还是 守住就爱 最爱你的还是最好的 懂我意思吗 所以做股票呢 你可以花新一点没关系 带各位来掌握新的 新货报道 好不好来体验看看 这一档 新发展概念股 小心 喷发爆裂 连续喷出 好不好 给各位这种感觉 就是买完之后会涨 然后会连续喷两天 有没有 会不会第三天 我不知道吗因为今天才两天而已嘛但至少这两天 都涨了 对不对有没有钱可以赚一样有钱可以赚啊 所以一起来好不好预创第2 今天我要给各位是预创第2 我开放60秒的时间我们今天就比快就好了 如果你够积极60秒之内你愿意把电话拨通的资产股票我明天带你上车 就那么简单 好不好 把电话拨通 这一档 预创第2直接 送给各位 SPN 财经台 2022荣耀回归 就看第四季 888长虹专案 让您信心十足 一路长虹 长虹专线 零二八五一一三三三六六 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 顶页头顾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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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从顶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页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 八五一一三三六六 顶页头顾 分享成功的经验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的 富裕人生 邀请您一同加入 富裕飲料 华尔街 欢迎在回到节目的现场 各位这个行情来到这里 个股很重要 指数 严格上来讲 他还在反弹波 没有什么太大改变 因为遇到季线 本来 就会震一下 好不好 你这些你不让他震 你如果上来再留个上影线那就挂了嘛 所以 这个之前先留上影线 是好事 好不好 趋势上来讲 这一波还是有股票可以做重点在选股 资金往哪里走你就要往哪里跟 我们的预创 连续喷了两天我恭喜大家 今天还是很强势 对不对 昨天逼近涨停板今天继续涨 好 那你不用来帮我抬轿 你要做的是坐轿 今天怎么做 各位 60秒之内 把电话拨通的我就让你坐轿 跟着一起来 这一档 预创第二 新发展概念股小心 这个明天早上搞不好一下就涨停板 搞不好这个 9点20分之前 他就开始往上拉 然后拉到涨停板 所以你要跟着来好不好 预创第二今天 看到节目的 把电话拨通 只要在60秒之内把电话拨通的投资朋友 这一档股票 直接 送给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